females 鞋仔 靠近 再靠近 再靠近 反正但是喜歡靠近,那我們就靠近 鞋鐵 寫窄,寫寬,新版就是可以拉開,這個是絕對可以的 魚魚 好,絕 輕輕重重重重,輕輕 輕的,輕的輕的輕的 重一點 其實跟熱狼長得很像 所以在輕重方面你可以稍微加強一點 讓它看起來就覺得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它實在是太像 這些筆畫都還蠻多的 這樣子看起來是有點問題 因為那個筆畫術都一樣多的情況下 那個字看起來就會覺得 大家長得都很像 通常在在行書裡面 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寫點草書 行書為什麼要夾雜草書呢? 因為草書實在是比較簡單 那這樣就會有一些簡單的字在裡面 否則像我們這樣一直寫一直寫 堅持要用行書寫的時候會覺得 這個行書怎麼看起來都筆畫都差不多 不容易做出變化 當然厲害的人還是可以做 但大部分還是做不出什麼變化 所以嚴格講起來 且千字紋還真的是有點比較無聊 就跟超詩詞歌夫來講 千字紋確實無聊點 主要是他筆畫素實實還太接近 而且常常常那種相同步手 又喜歡放在一起 噢那個要做變化 會搞死人了 那鯉 螺 這不是長的一樣啊 字又放在一起 我就會覺得 嗯 真是找麻煩 所以像我們在抄 抄抄抄抄文章的時候 有些文章抄起來就很舒服 有些文章抄起來很痛苦 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有些效果 先天效果就不好 向中間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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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中間靠會產生一種歪歪的感覺 那種視覺上美感 被擠壓到 這個在書法裡面是經常出現 不管是不是 黃庭堅啊 我是米符啊 我是誰啊 其實都是 基本上都是這樣穿插的 哇 那隻麻又來了 所以說你會發現 這底的麻特別的多啊 特別多沒關係 你就是要做變化 如果變不出來 就做粗細 如果粗細再做不出來呢 那做大小 這是一定可以做的嘛 大小粗細 自行不改的情況下 大小粗細做了 就有效果啦 好 又來一匹馬了 這馬還真的是多啊 豬 有效果 向中間靠 向旁邊拉 好 斜窄一點 斜窄的話 就要把它靠著近 靠著近 靠著近 那就窄了 賊 賊再來拉開 賊 這 這另外也可以拉開 倒 倒又可以縮斬 倒是上下跌的 你就縮斬 補貨 補貨吧 加一些窄要 它的結構提一下都喜歡偏窄 這是它的習慣啊 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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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變點啦 有一個拉一個點就好啦 又沒有規定要怎樣 補貨 補貨 盼王 一套 超馬 損 響 persu納 包 目前為止 往內 燈 太